中国女足在战韩国队 加时赛打成3比3平 接下来一幕成一辈子阴影 今天带大家看一场中国女足与韩国女足的对抗赛 双方已经不是第一次交手 之前双方打成2比1 但是加时赛中国队发挥得非常好 一度将比分追成3比3平 那么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比赛开始近三分钟 中国队就送给对方一个角球 但是韩国队没有制造出赦门机会 第23分钟 中国队获得进球机会 张欣上抢韩国门将出击险些失误 球被韩国队后卫解围 中国队错失进球机会 比赛进行到第26分钟 中国队前场抢转 唐嘉丽进区前沿转身低射球擦住而出 比赛进行到第30分钟 赵昭贤进区前沿拿球 连续突破中国队三名防守球员 令底线倒三角将球传到门前 对我看准机会侧身凌空抽射得手 韩国队率先拿下一球 这个球应该早点堵枪也 你看他带球 你看这个时候啊 就刚才他往外踏了一下 就应该堵枪也了 就我刚才在说堵枪也的时候 我就感到这个球可能要出事了 比赛进行到44分钟 中国队送给对手近区前沿的任意球机会 韩国队再次制造危险 崔尤里将球撞向球门 但是被唐嘉丽在门前解围 随后韩国队获得角球进攻 中国队门将将对方的头球扑出 崔尤里近距离抢在中国女足后卫之前顶攻门 轻松得手 第68分钟 中国队获得反击的机会 第68分钟 中国队获得前场任意球 王双将任意球踢到紧去 杨万看准机会投球攻门 对方门将扑就不及时 中国队成功扳回一球 比赛来到加实赛 中国队再次获得进球机会 王双进区前沿拿球调射稍稍偏出 但是在第104分钟 王珊珊成功拦截对方的球 将球给到王双 王双调整之后低射圆脚 对方门将扑就不及时 中国队再次拿下一球 最终比赛结束中国队一分的优势成功赢下比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